新英雄重製 這隻英雄強到變下架 傳說對決會跟王者榮耀合併嗎 這也是大家最近一直在私訊我的問題喔 那今天我們要來玩的是新英雄凱恩 那我們也會來介紹 他跟重製之前的蝙蝠俠 其實技能上做了非常多的調整 最令人崩潰的地方是 大絕招從原本的無敵狀態 現在變成不可選中的狀態 喜歡玩蝙蝠俠的你 是不是非常崩潰 其實還有非常多技能做了調整喔 如果你是喜歡玩蝙蝠俠的 你絕對會非常不習慣 你有沒有覺得我打一套的傷害 怎麼前期好像削弱了不少 等等你就會知道 那今天呢 我們玩的版本是 2023年傳說對決下半年度的 最重大改版的版本 在這個版本你可以看到 全新的魔龍Buff 還有全新的凱撒Buff 那在未來的打野 其實我覺得有可能流行射手打野 因為在遊戲時間的前四分鐘 敵方假如要入野的話呢 在你野區造成對英雄的傷害 是會直接降低15%的喔 那也有很多人會說 這是不是 這怎麼回事 怎麼變成了王者榮耀的感覺喔 那另外如果你最近有在Follow新聞的話 傳說對決在亞運 其實是有比賽的喔 但是這個比賽真的太酷了 酷在哪裡呢 這個版本他比的是王者榮耀 但是你會發現 在這個遊戲的比賽裡面 其實是有15隻差不多的 傳說對決英雄在裡面 但是卻是使用王者榮耀的遊戲 那等等我們來介紹這是怎麼回事 好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新英雄凱恩跟舊英雄蝙蝠俠 差在哪裡喔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 其實跟技能有點差異 那目前 新英雄凱恩在體驗伺服器 是玩不到的 因為他被下架了 我覺得最酷的地方是呢 當你脫離戰鬥之後呢 就是你不要對敵方英雄造成傷害 你會發現只要三秒鐘 你就可以進入永久隱身的狀態 而且視野會提升 那之前蝙蝠俠的技能 該有的還是有喔 那往敵方英雄移動的話 一樣會增加移動速度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一技能的調整 我覺得一技能變得非常不一樣 舊版的蝙蝠俠的一技能呢 他會隨機對你的範圍裡面的一個敵人造成傷害 那現在凱恩的一技能呢 會直接對 血量最低的敵人造成傷害 舊版的蝙蝠俠有時候你衝入敵陣當中 你想要甩你的一技能去甩射手 但是因為是隨機敵人 所以你衝一坨人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覺得你的傷害會打不出來喔 再來就是凱恩跟蝙蝠俠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物理傷害降低了喔 原本的傷害一技能是造成240到515 加上0.9的物理加成的傷害 現在變成220到470點 加上0.9的物理傷害 也就是說 一技能的傷害稍微削弱了一點 但是各位不要緊張 二技能呢 我們就叫他蝙蝠俠好了 不然其實他的技能 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正確的翻譯喔 二技能其實是一個傷害的大提升 會造成以損失的生命值從12%直接上升到了20% 這很明顯的你可以看到官方 比較重視的是 蝙蝠俠一定要丟中你的二技能 再去補傷害 做一個斬殺的傷害 再來就是大絕招隱身消除了 因為變成一個被動技能 你只要3秒不要對敵方英雄 或是野怪造成傷害 你就會直接獲得一個永久隱身 那你可以看到的地方是 當你這個能量值滿的時候 你靠近敵方英雄 並不是直接解除隱身 而是他的能量值是會慢慢扣 當你扣掉的時候呢 你的隱身就會直接解除 還有大絕招的物理傷害呢 其實也是下降的喔 還有大絕招跟蝙蝠俠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其實大絕招的傷害是削弱的 大絕招的物理傷害 從原本造成700到1100點 再加上200%的物理加成 現在變成600到960點 加上170%的物理加成喔 那比較令人崩潰的地方是 大絕招從原本的霸體 還有無敵狀態 現在變成只有霸體狀態 冷卻時間也做了一個平衡的調整 因為現在大絕招 就變成一個純傷害的技能喔 從原本的35秒點滿15秒 現在變成30秒點滿20秒 也就是說前期冷卻時間降低 後期冷卻時間提升喔 我覺得這對於前期的蝙蝠俠來講 不會因為你一個大絕招的失誤 或是前期逆風狀態 直接陷入永久的逆風狀態喔 那後期因為你有裝備撐冷卻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覺得後期 感受不到什麼差異 但是我覺得前期 不知道為什麼玩起來的手感是 前期打一套的傷害變低了 尤其是 你有時候在玩蝙蝠俠喔 玩到後期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在正式伺服器玩蝙蝠俠 有時候蝙蝠俠裝備很猛的時候 你光是大絕招上去 可能接一個1技能 你的標都不用丟中對手 對手就被你直接秒殺了喔 那我覺得這次的改版呢 E3技能的傷害都變低了 也就是說 你的2技能的命中呢 在中期的傷害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我前面說的傳說對決 跟王者榮耀的一個 亞運比賽的版本喔 那這個情報是來自AOVFLY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他的粉絲團 他都會分享一些傳說對決的 最新改版情報喔 那這個是亞運版本的比賽 嗯 其實他也沒有說到底是傳說對決 或是王者榮耀的比賽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遊戲的版本是融合兩邊的英雄喔 並不是兩邊全部英雄都會上喔 那這次的比賽是用 王者榮耀的地圖 S230的版本 很有趣的地方是你可以看到 裡面有王者榮耀的英雄 像是蔡文基太乙真人 那如果你沒有玩王者榮耀沒有關係 但是裡面你會看到 有阿塔 林蒂 洛克 小青 拉茲喔 有十五隻的傳說對決英雄 我真的覺得會不會 有一天 這個亞運比賽的版本 會變成傳說對決的最終版本 因為你會發現 在傳說對決最新的改版 體驗似乎級的改版 野區前期 對方入侵會減傷 還有兩件全新的裝備 都跟王者榮耀的版本 越來越像 我真的覺得遊戲 說不定有一天會走向兩邊融合 而且你會發現 傳說對決很多造型 都拿去王者榮耀雙生造型 或是王者榮耀的造型 都拿來 傳說對決雙生造型喔 那最近有很多玩家 比較不安的地方是 覺得這個遊戲的版本呢 會帶來很多玩家不適應 但是我非常喜歡全新的版本 為什麼呢 因為中期的凱撒變得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 雖然前期野區 入野這個玩法變得比較不娛樂 但是你會發現 因為凱撒中期 暗影凱撒變強之後 只要把暗影凱撒打掉 幾乎 呃 哦 真的超級強喔 那我們之前改版 如果你是忠實觀眾的話 你會發現有一個叫做 凱撒之坡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翻譯最後會叫什麼 總之呢就是你召喚凱撒 會有一道 很像是海浪的衝擊坡喔 直接從 看你想中 上中下路直接放過去喔 而且這凱撒衝擊坡 最猛的地方是 有些玩家喜歡玩 單柴BD 這個凱撒衝擊坡是會直接 把所有的小兵都秒殺掉 也就是說中期搶到凱撒 會大幅提升你們那隊的勝率 更重要的地方是 這個衝擊坡持續60秒 在這個衝擊坡的路上呢 凱撒先鋒兵會對塔 造成額外10%傷害 而且會有額外10%的減傷 我真的覺得 強的真的太誇張了 那我最近呢 為什麼傳說最絕更新的步調 這麼慢呢 因為我從日本回來之後 連續拉肚子 拉了三四天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日本吃壞了肚子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止蟹藥 你不能一直吃耶 因為我後來查一下 止蟹藥的功能 好像是 讓你的腸子的機能停止掉 所以我那時候以為是 要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落賽才會要好 沒想到一直吃之後回來喔 我沒有拉肚子之後便秘了一陣子喔 所以幾乎都在休息 還有最近 瘋狂迷上了暗黑破壞神 一直在刷副本喔 刷到整個爆炸喔 好了 那我們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